我回应先来讲到我们教会的成立和方向 我回来香港之后 我一直都是做事务的训练和宣教 我就很想做一件什么呢? 神给我感动就是兴起人服侍主 就是训练人服侍主 基督徒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 不是凶手见主面 并且是预备更多人 预备耶稣祂回来 那么多人去传福音和建立明明 这个是神给我的托付 但是当我做课程的时候 我发现有些人受了训练在教会未必用得着 譬如他受训练 譬如说为人祈祷 辅导或者讲信息 他在教会未必用得着 有些可能用得着 但有些未用得着 他们就变成了 他未必用得出来 只是参加聚会 那么我就觉得 就不是达到我想达到的目的 因为我是想兴起人服侍主 那么我就 神比我感动就是 如果我开一个教会 那些人是委身在那里 他就在这个教会 就有机会用 就是首先在这个机会用 然后我就带他出去 在香港或者不同的地方 可以去祝福不同的群体 这个就是神给我的托付开这个教会 所以跟有些人开教会不同的目的 这个目的就是兴起人服侍主 而我们的特色就是我们的聚会 我们有星期日就是有崇拜 还有之前又有服侍祈祷 之后又有小祖 又有事奉训练的 星期一都是事奉训练 之前都是有服侍祈祷的 那特色就是两次的聚会 都有服侍祈祷先的 就是说有些人有需要 在网上找到我的 或者有人介绍的 那他有需要他就来服侍 那我们首先就是有群体姊妹 受了训练去服侍他们 为他们辅导和为他们祈祷 而这个目的 就不是只是帮他们得到医治 而是目的是将来他给神使用 将来是能够兴起来 去祝福更多人 所以他一可以 我们就开始去提升他 并且其实他一初信主 我们都会鼓励他 将来有一天祝福人 他祈祷得释放 我们又鼓励他们可以得释放 譬如我们刚刚有一位 我们开教会很短的时间 只是二月开始 有一位姊妹就已经是受洗的 即是来到我们聚会之后 就受洗了 那他就已经有这个心 他就很想 那在哪方面呢 他自己很有心 就是在宣讲信息 那我就说你可以录音 然后跟着 因为我们有一些人聚集 他们就在粗练讲信息 粗练讲信息的时候 其他人就会回应 所以这是一个粗练 而很多最 就是各个人都 更多参与的就是说 如果他们首训练 处理生命 就可以有辅导 以及为人祈祷 去服事 以及帮助他的灵力 最主要就是帮助他的灵力 那这个就是我们想 更多人能够参与到的 那同时我也想是有外展的 那刚刚我敬拜的时候 神就给我意念 就在我们崇拜之前 因为我其实很多时候 我就会在上周的时候 去宣教 或者去一些教会 讲道 有时候想建立其他教会 那我神给我的意念 就是不要那么主动 找那些宣教主 就在崇拜之前 我们就在楼下 而我传呼香的方法 就是说 神能够烦恼帮助我们 那可能他们失眠 不开心 就是我做一些单张 我会准备做一些单张 那又可能找一个二拉架 因为很容易弄一个二拉架 大家在街上都经常见到 那些卖的那些寬品 那些有个架 这样弄成这样的洞 那是很不雅的位置 那如果是这样 我做一个小小的 就不要那么大 小小的 就在这里 就说 耶稣是凡事祝福你的 那些人走过 那我如果在地方可以 我又拿个吉他 弹吉他 在那唱歌 那些人走过 可能听一下 那听一下 接着我们就会有 弟兄姊妹到周围 去传呼香 那这也是一个 可以用得的方法 那也有些可以在附近的公园 都是我们可以做的 而同时 其实我在网上不断 就是帮助人 就是有些人 他想復兴 更新 我在网上帮他 而且也是在安排宣教 其实我一直 就是我去多少都有 因为呢 有很多地方都很需要 这些宣教 并且呢 我最紧要去宣教 我就找些地方是愿意 那些传道人 和愿意示奉的人 受训练 那这个就是我目的 我跟他们说 都是这样的 我说呢 你有没有传道人 和愿意示奉的人 接受训练 可以示奉呢 那他们愿意的时候 我就 将他放在更高的次序 去那些训练 那平时呢 我下一步 现在已经在肯瓦 我就翻译了 就是我写的讯息 他们就跟我翻译做肯瓦文 那肯瓦文 其实在周围 几个国家都有用的 那他就会 就是将这个 那些教导 就传给那些 那些 那些 不同国家 如果说肯瓦文的人 那并且我去哪些国家 我都会将来 有这个 这样的路向 就是神 神会给我们路向 我现在发现很特别 就是 每逢我祈祷 神会给我这些意念 就是有些意念 就会出现 弹出来 不是我在想的 弹出来 譬如好像 我都不是在想 我们如何传福 突然间弹出来 那些意念 就是 这些都是神 一直跟我们 沟通的方式 那我们收到一些讯息 那样东西 合乎圣经 我们又可行到 那我们就会 向着那方向去 那譬如我去到肯瓦 那里 他跟我讲到 使用这些教材 那我都觉得 是好 就是神就透过他跟我讲话 他想用 那我怎么帮他呢 我怎么去训练他 我怎么去训练他 电立他 那这个就是 能够做的工作 不是好像去完 去完那里 然后然后 之后有什么后果呢 又不知道 就是我想看到 那个果效的改变 他们 能够他们被更新 所以我也希望 大家 为你的教会 通过 怎样能够有外展 比如我们有一个 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都会 找一些方法去外展 其中有个妈妈 就是有人介绍的 因为她的女儿 有一些困难的地方 那他就带来我们当中 那我就跟他 就是有帮助他的信仰 又说要祈祷 那我就发现一样东西 其实我发现他很聪明的 这个女儿 很聪明 11岁而已 但是他又很聪明 很成熟 他在学校呢 就参加辩论比赛的 他很有兴趣 辩论比赛 那我就 因为 11岁呢 其实比较难 在成人的崇拜里面 去集中的 那我就想到呢 我们就会为他 预备一个 就是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 少年的崇拜 那 那 而是呢 同事呢 又教他 当没有其他人之前 就会教他 怎样去 言论 就是在他学校的时候 用得着 他就很有兴趣 很有兴趣 那就是说 我们其实 看到人有些什么地方 可以发展 我们就会在那时候帮他 然后帮到他 就是跟神的关系 那我都希望你们会尋求神 神怎么用你 神怎么为你开路 就是永远都是说 我们怎么扩展神给我们的领域 我们不要满足于现在有的 就是好像神和约瑟说 你脚掌所达之地 神都赐给你 你去到哪个地方 神就为你开路 你有没有信心啊 靠着耶稣 你可以向前去 你周围的人 你的朋友 你所接触的人 你跟他聊天的时候 不是第一步叫他回教会 而是第一步告诉他 我们所经历到 譬如我们的困难 但是神怎么都帮了我们 经历到神的帮助 神的爱 神的依治 神的释放 有时有些人听到 就觉得很好 那他就会找你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 这个切入 就是由他的需要 他无论他需要什么 我们就由他的需要 那里入手 譬如他说 我又睡得不好了 那我们就由失眠 为何帮助人 睡得更加好 这个都是一个切入点 就是说 圣灵可以给我们 凡事力量的 多谢主 祝福我们 大大使用我们 阿里路亚 小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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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